接下来我们进行世界都在看的单元 这是我们主笔美少女张佳玲 嗨大家好我是佳玲 范姐上礼拜不是才刚结束公投吗 那这次公投有十案 你老人家盖的还顺利吗 我老实说我没有投 因为我觉得我刚掰回来搞不大清理状况 而且那个每一案的这个语句都否定 肯定肯定否定啊 你们规定写白话文啊 而且呢我觉得 显示是在做国文测验嘛 我真的是有什么大事 你像这样吗 你是否不同意未来公投 不应该不使用不能让民众不理解的多重否定句 你刚刚有讲国文吧 回到正题范姐你知道吗 瑞士在25号呢 他们也举办了一场公投 而且这场公投议案叫做 保护农幼家畜尊严动议 简言之呢就是在检讨饲养的牛羊 该不该被除缴 攸关到牲畜的尊严 对我们台湾此时还在为人权公投 那瑞士呢是在为牲畜的尊严空投 这个瑞士车尾灯在哪里啊 我看不到 而且瑞士它是世界公认的公投大国 它以公投实施直接名权 只要你收集到10万的连署 你就可以发起公投 那平均每年呢要举行4到5次的公投 像今年呢就表决了3个题目 那其中呢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牛羊头上的脚 很有趣啊 可是为什么突然要帮这个动物公投呢 范姐你有所不知啊 瑞士它一向呢就是非常重视动物的权益 它也有非常完善的动物保护法 那瑞士呢在2010年 他们就曾经为了说 他们是否要为这些受虐动物 聘请律师这件事情举办了公投 虽然说没有通过 但是呢 他们也曾经立法明定禁止把龙虾活生生丢到热水里面煮 这个倒是有通过 我这种议题也可以公投啊 看来瑞士真的是非常重视跟动物有关的议题 那你刚刚说这个牛羊头上的这脚又怎么回事 嗯 在瑞士呢 每平均呢 每10头牛羊就有8头上面是没有头脚的 那不是说他们透过基因改造 让这些动物天生就不长脚 不然他们就是被人类消除他们的脚 那在这个去脚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动物呢就会先被麻醉 那用非常热的铁去烧掉他们的脚质 那支持除脚派的他们就认为说这是为了人畜安全 那如果你不除脚的话 农民他们就会改用圈养的方式不让牛羊走动 反而让他们的处于更不健康的生活环境 先不要管这个安不安全了 可是听起来这除脚很残忍 嗯 没错 而且不紧不仁道还违反自然 而且当这些牛脚都被除去之后 他们牛羊都其实都非常的伤心 那于是呢就有一个66岁的农民 他叫卡保罗 他就发起了这项公投 他说呢他常常在牛舍里面就对牛说话 那这些牛就会问他们说 你是否可以帮忙留住你们的脚啊 我现在这个叫黑牛问号吗 那支持保牛牛脚的这一派 他们就认为说 牛脚不只可以让动物们保持尊严 也可以让他们多了互相交流的媒介 而且牛脚呢还有助于沟通调节体温 在营养学来说呢 它也可以提升牛奶的产出品质 嗯 长知识了 但是农民呢就照他们自己合适的方式去养嘛 要有脚就有脚 要没脚就没脚嘛 那干嘛要公投啊 范姐就问到重点了 这个就是政府反对的原因 因为这次卡保罗的诉求呢 他不是要求政府禁止去农民 去帮这些牛羊去脚 他是要求政府要补助鼓励 这些没有帮牛羊去脚的农民 而且每一只羊人要补贴190元的瑞士法郎 相当于台币6000元 政府就认为啊 这些农民啊 他们不帮牛脂去脚 造成的多余成本应该要他们自己吸收啊 不应该转嫁到全民身上 而且瑞士对动物的福利已经非常的优渥了 好 明白 那我很好奇哦 那这个全部大概要补助多少钱啊 根据瑞士政府的调查报告呢 现在有大约25%的牛羊是有脚的 那如果这个公投案通过的话 政府将会支出约9亿的台币 那他就会排挤到原本的农业预算啊 将会造成非常大的国家财政巨大 那最后结果怎么样 这个牛脚没有保住 哎 很可惜 公投最后呢 结果显示呢 有超过半数的选民不同意补贴 这次反对呢 占53% 赞成的占47% 其实双方呢 是势均力敌的 不过这一次至少呢 已经成功唤起大众 关注这个牛脂健康的议题嘛 不过我还是很欣赏 尽管这个该政策提案呢 被政府否决 在瑞士仍然可以把这个问题 交给人民来进行公投嘛 不论议题这个是大事小啦 那显示这个瑞士是非常重视 而且尊重人民的意见的嘛 嗯 没错 而且瑞士民众的 他们的政治意识跟成熟度 也都非常的高 瑞士呢 在2016年 他们的公投呢 就否决掉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倡议 一个月不工作可以领8万 竟然被他们拒绝了耶 这个在我们川贵人带领这民粹局盛行的之下呢 确实非常难能可贵 但是瑞士的这个直接民主 没有流于民粹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跟他们的社会环境有关 因为瑞士他们的人均国民总产值 是世界的排名第二 那他们财富分配都非常的平均 那教育方面呢 大多是高等教育 即使你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大多也有接受过一些 完善的师徒的培训制度 那他们的失业率呢 在20年来都是维持在5%以下 所以呢要学人家的直接民主 你还得先要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对啦 就是对啦 民主也是要练习嘛 所以我们当这一次公投也是在练习好了 我像这次台湾第一次进行这样十项公投 那瑞士的公共媒体 瑞士资讯SWI 他就发表了一天报导 那他标题就写说 台湾的民主制度当中有着瑞士基因 那他内文也搭占台湾的民主制度 在亚洲国家是名列前茅哦 我有个问题哦 我想问问看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公投真的等于直接民主吗 也有人批评是民粹主义 那嘉玲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呢 由民间发起的这种全民性公投 依照性质来讲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法律的复权 第二类是立法的原则跟创制 那第三类呢 是政策的创制跟复权 那公投通过之后 也有不同的法律效果 不是说一次到位 那这些提案团体呢 其实在公投的时候 也有一种火力展示的心态 去跟政府说 你看我有五百万人支持我 那你要怎么解决呢 反而不是说我们五百万人 一起跳下来讨论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用直接民主 听起来有点太过理想 对了 而且这一次呢 公投法的这个门槛是四分之一嘛 也就是五百万票 就能代表一千八百万的民意 一个同一样的这个社会 这个正当性不够的时候呢 未来也容易产生问题哦 没错 但是拉长时间来看 其实台湾的民主在大方向还是进步的 毕竟呢 在直接民主的路上 通常都不可能是一次到位啦 所以我反而觉得 对公投带来的很多辩论 才是公投的意义所在 那台湾社会呢 才正要开始 没错哦 思考是公投最重要的意义 公投议题的复杂性 有时候呢 连专家都要花上好一阵子 才能够搞懂前因后果 但是我们却只能用同意跟不同意 来回复这个复杂的政策问题 那么你认为公投是直接民主吗 那么台湾是真的适合这个直接民主吗 这个公投的方式 那非常欢迎上网来跟我们讨论 马上回来